消费者想确定某公司口碑是好是坏,经常会在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依据搜索结果、用户评价以及一些文章信息等进行综合判断,然而殊不知,一些看似可以信赖的信息却是被人暗中操纵的。 英麦斯是一家为企业提供口碑服务的互联网技术公司,宣称专为企业打造品牌搜索口碑的闭环私域流量池,服务了120家上市公司、560家行业头部及中大型企业。 英麦斯上海分公司严经理告诉记者,网民在问答、百科、论坛等寻求帮助时,所看到的问题和答案,很多都是由他们这样的口碑公司冒充真实用户做出来的。 我们正给你写的就是因为你打呀,就自己写自己打是吧,现在经验什么问题啊? 严经理拿出了刚刚为某企业做好的关于元宇宙概念产品的问答,提问和回答竟然都已经事先准备好了。 三组关于元宇宙投资的问答,其中一个问题是问元宇宙虚拟地产投资的,回答的内容则称投资虚拟地产正值火热,并称自己在某公司平台投资虚拟地产。 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给他说,说这个投资这东西是可以赚钱的,有这么一个预期,但是到底能不能赚钱,其实咱们也不知道。 老板他自己也不知道。 业务经理强调,冒充真实用户提问和回答,一定不能用同一个账号。 接着随后走访了多家口碑营销公司,发现冒充真实用户自问自答,已经成为口碑营销公司招揽生意的重要手段。 为了让这些做出来的自问自答排在搜索结果的前面,有些口碑营销公司甚至不惜雇佣水军。 我们用的是素人号呀,就是用的是普通人的第三人称水军呀,我们公司有一批水军嘛。 水军形式做成的问答多? 这种还挺比较多的,像现在这个其实也是行业的一个通病了。 就这个提问和回答都是咱们的? 都是我们来的,对。 3775个点赞。 对,也就是看人的一个点赞量嘛。 那还是靠咱们那个合作那个资源或者水军去把这个点赞给它做上去。 这些都是行业,请不认同呀。 除了雇佣水军冒充真实用户自问自答误导网民外,口碑营销公司还有一种技术,误导网民的搜索结果,称为万词罢评。 就是一种叫罢评的东西。 就这一万个词都能排在前面。 在上海顶匠公司的系统后台记得看到,他们为某国际学校做的万词罢评。 他关键词他做了15万多个吧。 就是说用户在网上搜这15万个关键词的时候,他们都会排在前面。 对。 就是搜品牌校区,靠谱小学,靠谱校区,他都排在现在的名次是吧。 对对。 不明就里的网民哪里知道,当他们搜索附近靠谱学校等关键词时,搜索结果实际是被口碑公司左右的。 这是天津启航公司为某减肥产品所做的万词罢评。 当用户搜索某减肥腰带靠谱吗等关键词时,该产品都能排在搜索结果前面。 可以在这15堂当中,这两个做到一个多少个单身,这些都是。 减肥腰带这个块,要不要提供一些这个腰带减肥的一些证明啊,一些东西的东西。 对,像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,他们是个人的,就是一个他自己来做的,用个人的。 原来,万词罢评就是口碑营销公司通过上万个海量关键词的设定,让用户在搜索时,被推广公司始终能排在前面。 为了用万词罢评左右搜索结果,口碑营销公司有时还会利用机器人去网上抓取内容,东篇西凑,自动生成上万篇,含有所设定关键词的文章,数量惊人。 它叫做抓取内容,比如说它会抓三篇文章,或者五篇文章,那这五篇文章,这个曲头,这个曲中,这个曲尾,然后拼成一起,它实现一个叫尾言状,所以它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词不达意的这种情况。 天津启航公司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并生成的这篇文章,标题是《某功能腰带产品靠谱吗?》,文章内容明显是东篇西凑的,中间甚至还介绍起了铝合金技术。 为了左右搜索结果误导网民,大量垃圾信息,让网民难断真假。 记者了解到,为了净化网络环境,从2018年开始,国家相关部门一直在开展净网行动、清朗行动等,其中非法删帖、黑公关是重点整治对象。 然而,重拳整治之下,一些口碑营销公司却仍然在偷偷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买卖。 对有些平台发布的批评性报道,用户投诉等口碑营销公司,竟然会利用技术手段,直接让网页显示成找不到内容的404页面。 英麦斯这位业务经理,特意出示了他们和某企业所签订的舆情进化合同。 完成合同后的工作总结显示,英麦斯把涉及这家企业拖欠工资等多条负面消息,做了404化的处理。 除了404化处理,对于有些含有负面信息的帖子,英麦斯还能够直接篡改标题。 这个标题为,你觉得某公司是个什么样的公司的帖子,就为英麦斯将标题篡改为,什么样的公司才是好公司。 就是说,可能它原来是一些负面评论的,那么现在可能说,我把它的评论标题给修改过来。 对于有些负面消息,柯宇云还有更直接的手段,那就是删除的干干净净。 有些话的话,除了这种文字,我们是不能论的。 是这样子,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它是不能拿台评上说的,我们也可以跟你说,如果能直接给它干掉的,我们就直接干掉了。 你只能干掉就是删掉,是吧? 冒充真实用户自问自答,左右搜索结果,篡改标题,404化处理,到直接删除。 口碑公司收费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。 大概给它本来是有三四万多左右。 可能几万分钱也有,如果说做的比较好一点的,可能得二三十万也有。 用户哪里知道,网上一些重要的信息,竟然就这样在一些口碑营销公司的操纵下,被扭曲,被篡改,被消失。 而口碑营销公司也明白,这些都是见不得光的买卖。 不能提删除的,不要买,不要去跟客户去谈这个删除。 那即便我们可以帮他去处理,那你只能跟客户去说,做公关处理。 不能直接给客户去说,不能直接给客户去说,说我们如果好好通过制度删除,把他减三条。 如果有客户在里面,你再去嘴巴,那么你就马上跟上有。